那这个地方我们有建立一个类,这个类别是String,这个类别呢,如果我今天要做什么,我今天要 我们原来的程式是在这里,这个三支,假设三支一,七支三支一,那这边各位可以看到我们New有没有 New一个,比如说我们这边要New两个,那如果三个学生不就New三个,四个学生New四个,五个学生五个,然后如果一百个不就要New一百个 那这样子不太合理啊,为什么,因为我们前面学过什么,学过那个所谓的阵列嘛,对不对,那阵列不就可以,你只要宣告 那可是之前多半用的阵列都是用基本资料,基本资料形别嘛,对不对,基本资料形态,顶多是一个String,对不对,那这个地方的话,前面我们讲一点没有讲到就是说,这个地方是我们制定,你可以把物件视为一个什么呢,一个制定的 制定的一个什么,资料形态,对不对,那基本上如果是制定的资料形态,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一个什么,变成一个阵列,有没有,就是物件阵列了,那可是问题来了,要怎么样把它变成物件阵列,那如果一个物件阵列宣告之后,你就不用New那么多个啦,你就New一个就好了,那New之后的话,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它, 利用物件阵列的方式把它做输出,那这样会更合理啊,这样的话,比如说将来如果大量资料是从这个什么呢,资料库里面捞资料好了,那一捞一个学校不可能只有两三个学生嘛,像我们一个班就三十位同学了,那三十位同学的话,基本上不可能宣告三十个物件,一定是会宣告一个物件阵列, 然后呢,再产生什么,再去切割,对不对,所以呢,我们该怎么做,那早上有同学问到,那因为这部分的话比较少用,所以稍微再揣一下,那这里的话呢,第一个当然我们可以思考,这个第一个原来是这样,New,一个学生New一个空间,一个学生New一个空间,那要怎么样来做,基本上呢,第一个当然我这个地方,就New一个就好了,比如说就是用Joe来代替好了,那后面这个先把它删,删掉好了, OK,然后呢,后面的话New什么,前面不是交过同学,students的阵列,对不对,那后面的话呢,也是students的阵列,那有几个学生呢,就宣告这个几个学生的长度,那因为这边的话呢,我给他两个学生,所以你会发现第一步什么,建立什么呢,一个旧的一个,这个这个所谓的物件的阵列,有没有,那这个物件阵列只有两个学生,所以我就给他二,当然, 那这个数字呢,你将来可以写活的嘛,比如有三十个学生,你可以用什么,用自己外部import进来嘛,看用什么scan呢,或者是用JFGP,可以看有几个学生,对不对,那再来的话,后面呢,要怎么样去增加呢,那你想说,老师我是Joe的话,我知道就怎么样呢,用中瓜湖里面,0的话表示什么,第一个学生就可以丢进去,对不对,然后呢,这个地方的话呢, 0的话是,第一个学生的address,然后第一个学生的什么呢,第一个学生的edge,对不对,哎,你会想说,这样丢进去,应该合理吧,对不对,OK,那再来的话,第二个学生怎么做呢,其实第二个学生呢,就是把,这边,有没有,等于是,第二个学生的资料就是,再来是什么,中瓜湖的什么呢,中瓜湖的,这边拔杆的1嘛, 等于是,第二个学生,他的资料空间,对不对,然后这个地方一样,就是第二个学生的,然后第三个学生的年龄,对不对,第一个,第二个,对不对,就把它放进去了,再来就把它输出,那输出的话呢,分别就把1跟print card,然后两个嘛,所以一个是0,一个是1嘛,这个是0,这个是1,OK,那就把它输出,这样应该基本上结构没问题, 那这个,这个多的啦,当然你这个地方也可以在,要不要,current这些删掉,一个放资料,一个print出去,可是这个执行之后的话,会不会成功呢,好,有没有问题呢,我们来执行一下,没发现,哦,这一行错了,为什么呢,基本上呢,特别是哦,我们new一个,哈,其实这边也,哦,对,要初始化,所以这里的话, 我们如果new一个,假计我已经有切割了物件空间,但是我还要再做一件事情,就是我要还要再,等于放两,那这个地方里面,你还要再怎么样,再new一次,再产生一个空间,给1放,再产生一个空间,给,给,给第一个,给0放,那所以这里,如果说,我们要使用这个正列空间的时候呢,必须还要再做一件事情,必须还要再, 把这个地方做一件事情,就是说呢,我这个空间里面呢,还要等于什么呢,等于new一个,哦,new一个什么呢,因为我前面是正列物件哦,后面呢,才是new一个什么,new一个,我的什么呢,在记忆里配置一个什么,再配置一个students进来,小,这个后面是小瓜谷,哦,这样子的话呢,它才会,在记忆里面配置一个什么,配置一个students的一个空间哦, 哦,上面是切割为物件的正列,对不对,这个地方才是new实体一个,一个物件,哦,所以实际上这个地方,比较容易出错在这里,哦,对,这当然,可是,看起来是麻烦啦,可是你将来如果人数多的话,没有,你那个学生数多,你不可能说你要一直,一直new100个学生嘛,对不对,那你非得要用这个方式,这是物件正列,那特别注意,这个时候跑会不会成功啊, 基本上跑,跑到这个地方还是有错,为什么,这边还要等啊,所以,如果第一个要new的话,再来的话就什么,这边这个地方就要new,那也就是说呢,如果将来人数多的话,一定要跑回圈嘛,new的时候你用回圈来,才出,算是创建它的空间,在记忆里配置空间,上面是建立正列物件,底下的话呢,才是在记忆里配置物件空间, 给每一个,每一个那个正列编号去放资料,哦,所以这个动作一定要加,加完这一行,跟这一行之后,才可以放里面的资料,如果你没有new的话,那这个里面的资料是什么,放,没办法放进去,哦,就是没有,没有这一行,诶,new的,诶,重复,在这里,应该放在这里才对, 嗯,h,好,放错位置了,哦,然后,这个应该是0,哦,123嘛,然后放三个资料才能放得进去,那我们做完毕之后的话呢,那最后输出,这样应该就ok了,有没有,这样就ok了,所以关键点,第一个,建立正列物件,这个要没问题啦,哦,ok,第二个,建立物件的空间,ok, 再来才可以放资料,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记忆体配置的一个流程,好,如果你要使用物件正列的话,一定要这样做,那每一个都要new,那如果说你要new,你要一次全部new的话,比如说你有30个学生,那请你在上面做什么呢,做一个for回圈,那你要输出的话,这边也是这样怎么样,跑一个for回圈,好,那如果说你资料,这些资料都是从资料库里面进来的话,也可以跑回圈,从资料库撈回圈,然后呢,放到 整列里面,再去做后续的处理,看你现在要输出到画面上,或者是在做后续的分析统计,那主要这个部分的话呢,我想各位试试看哦,请你把刚刚的那个,就是我们三自一的范例,把它改写成这样子,ok好吧,画面先还给各位哦,这个地方是补充,因为刚好早上有同学有提到有关那个,如何把那个我们的这个,制定的这个 这个类别,就是变成一个物件阵列,物件阵列,所以这部分当然将来在实际上,你们在使用的机率,其实还蛮高的,所以顺便补充一下哦